历代至上第六章 历位的儿子是格顺、戈侠和米拉利 戈侠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西伯伦和乌靴 暗兰的儿女是亚伦、摩西和米利安 亚伦的儿子是拿达、雅比户、以利亚萨和以他玛 以利亚萨生菲尼哈 菲尼哈生亚比书 亚比书生布基 布基生乌西 乌西生希拉西亚 希拉西亚生米拉约 米拉约生亚玛利亚 亚玛利亚生亚西图 亚西图生萨都 萨都生亚西玛斯 亚西玛斯生亚萨利亚 亚萨利亚生约哈南 约哈南生亚萨利亚 这亚萨利亚曾在耶路撒冷、索罗门建造的圣殿中做祭司 亚萨利亚生亚玛利亚 亚玛利亚生亚西图 亚西图生萨都 萨都生沙龙 沙龙生希勒迦 希勒迦生亚萨利亚 亚萨利亚生西莱亚 西莱亚生约萨达 在耶和华借尼布贾尼萨掳掠掠犹 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的时候 这约萨达也被掠去了 立位的儿子是格顺、哥侠和米拉利 格顺的儿子名叫利尼和世美 哥侠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西伯伦和乌靴 米拉利的儿子是莫利和姆氏 以上这些是立位人各宗族的各家 格顺的子孙如下 格顺的儿子是利尼 利尼的儿子是雅哈 雅哈的儿子是新马 新马的儿子是约亚 约亚的儿子是义多 义多的儿子是谢拉 谢拉的儿子是耶特赖 哥侠的子孙如下 哥侠的儿子是雅米拿达 雅米拿达的儿子是可拉 可拉的儿子是雅席 雅席的儿子是以利加拿 以利加拿的儿子是以比亚萨 以比亚萨的儿子是雅席 雅席的儿子是他哈 他哈的儿子是乌烈 乌烈的儿子是乌西亚 乌西亚的儿子是少罗 以利加拿的儿子是亚马赛和雅西摩 雅西摩的儿子是以利加拿 以利加拿的儿子是索菲 索菲的儿子是拿哈 拿哈的儿子是以利亚 以利亚的儿子是耶罗汉 耶罗汉的儿子是以利加拿 以利加拿的儿子是撒姆尔 撒姆尔的子孙如夏 长子是约尔 次子是雅比亚 米拉利的子孙如夏 米拉利的儿子是莫利 莫利的儿子是利尼 利尼的儿子是世美 世美的儿子是乌萨 乌萨的儿子是世米亚 世米亚的儿子是哈基亚 哈基亚的儿子是亚帅亚 自约贵安放妥当以后 大卫指派在耶和华店里 负责歌唱侍奉的 就是以下这些人 他们在会幕的帐篷前 担任歌唱的工作 直到所罗门在耶路撒冷 建造了耶和华的殿 他们按着班次 执行自己的职务 以下这些就是执行职务的人 以及他们的子孙 歌侠的子孙中 有歌唱的西曼 西曼是约尔的儿子 约尔是撒姆尔的儿子 撒姆尔是以利加拿的儿子 以利加拿是耶罗汉的儿子 耶罗汉是以列的儿子 以列是陀亚的儿子 陀亚是苏福的儿子 苏福是以利加拿的儿子 以利加拿是马哈的儿子 马哈是亚马赛的儿子 亚马赛是以利加拿的儿子 以利加拿是约尔的儿子 约尔是亚萨利亚的儿子 亚萨利亚是西凡亚的儿子 西凡亚是塔哈的儿子 塔哈是亚席的儿子 亚席是以比亚萨的儿子 以比亚萨是可拉的儿子 可拉是以斯哈的儿子 以斯哈是戈侠的儿子 戈侠是利位的儿子 利位是以色列的儿子 西曼的兄弟亚萨 就是站在西曼右边公直的亚萨 是比利加的儿子 比利加是叙米亚的儿子 叙米亚是米加勒的儿子 米加勒是巴西亚的儿子 巴西亚是马基亚的儿子 马基亚是伊特尼的儿子 伊特尼是谢拉的儿子 谢拉是亚大亚的儿子 亚大亚是以探的儿子 以探是新马的儿子 新马是士美的儿子 士美是亚哈的儿子 亚哈是格顺的儿子 格顺是利位的儿子 西曼和亚萨的兄弟 米拉利的子孙 就是在他们左边共直的 由以探 以探是基氏的儿子 基氏是亚伯底的儿子 亚伯底是马路的儿子 马路是哈沙比亚的儿子 哈沙比亚是亚马谢的儿子 亚马谢是希勒加的儿子 希勒加是安西的儿子 安西是巴尼的儿子 巴尼是沙迈的儿子 沙迈是莫利的儿子 莫利是母士的儿子 母士是米拉利的儿子 米拉利是利位的儿子 他们的亲族 利位人都被派办理神殿中 账目里的一切事物 亚伦和他的子孙 却在梵祭坛上和香坛上 献祭烧香 做至圣所里的各种工作 为以色列人赎罪 是完全照着神的仆人摩西 所吩咐的 以下这些人是亚伦的子孙 亚伦的儿子是以利亚萨 以利亚萨的儿子是菲尼哈 菲尼哈的儿子是亚比书 亚比书的儿子是布基 布基的儿子是乌西 乌西的儿子是希拉西亚 希拉西亚的儿子是米拉约 米拉约的儿子是亚玛利亚 亚玛利亚的儿子是亚西图 亚西图的儿子是萨都 萨都的儿子是亚西玛斯 以下是他们在境内 他们按着营房居住的地方 哥侠族中亚伦的子孙抽中了签 以色列人就把犹大帝的西伯伦 和西伯伦四周的草场给了他们 但这城的郊野和属于这城的村庄 他们却给了耶弗尼的儿子迦勒 以色列人把避难城西伯伦 给了亚伦的子孙 还有利拿和属于利拿的草场 亚提尔以时提莫和属于以时提莫的草场 西伦和属于西伦的草场 底壁和属于底壁的草场 亚山和属于亚山的草场 博士迈和属于博士迈的草场 又从宾亚敏之派中 把加巴和属于加巴的草场 阿勒密和属于阿勒密的草场 亚拿图和属于亚拿图的草场 分给亚伦的子孙 他们各族所得的城 共十三座 戈侠其余家族的子孙 从马拿西半个支派中 抽签分得十座城 格顺的子孙 按着他们的家族 从以撒加支派 亚舍支派 拿福他利支派 和巴山地的马拿西支派中 分得十三座城 米拉利的子孙 按着他们的家族 从刘本支派 加德支派 和西布伦支派中 抽签分得十二座城 以色列人把这些城 和属于这些城的草场 都分给立位人 他们又从犹大支派 西缅支派 便雅敏支派中 抽签把以上这些 有名字记录的城 给了他们 哥侠子孙的家族中 有些也从 以法连支派中 分得他们境内的城市 以色列人又把避难城 在以法连山地的事件 和属于事件的草场 给了他们 还有基色 和属于基色的草场 约缅 和属于约缅的草场 伯和伦 和属伯和伦的草场 雅雅伦 和属于雅雅伦的草场 加特林门 和属于加特林门的草场 以色列人 又从马拿西半个支派中 把雅乃 和属于雅乃的草场 比莲 和属于比莲的草场 给了戈侠其余的家族 又从马拿西半个支派的家族中 把西山的戈兰 和属于戈兰的草场 雅斯塔路 和属于雅斯塔路的草场 给了格顺的子孙 又从以色迦支派中 给了他们基地斯 和属于基地斯的草场 大比拉 和属于大比拉的草场 拉末 和属于拉末的草场 雅年 和属于雅年的草场 又从雅舍支派中 给了他们马沙 和属于马沙的草场 鸭顿 和属于鸭顿的草场 护戈 和属于护戈的草场 利和 和属于利和的草场 又从拿福塔利支派中 把加利利的基地斯 和属于基地斯的草场 哈门 和属于哈门的草场 基列亭 和属于基列亭的草场 给了他们 又从西布伦支派中 把林摩罗 和属于林摩罗的草场 塔伯 和属于塔伯的草场 给了米拉利其余的子孙 又在约旦河那边 伊利哥对面 就是约旦河东岸 从刘本支派中 给了他们在旷野的比西 和属于比西的草场 亚哈萨 和属于亚哈萨的草场 基底墨 和属于基底墨的草场 米法鸭 和属于米法鸭的草场 又从迦德支派中 给了他们基列的拉末 和属于拉末的草场 马哈念 和属于马哈念的草场 西石本 和属于西石本的草场 亚谢 和属于亚谢的草场